我就是我的敌务 我就是这里的 大家好 我是小猪 今天我们来看鬼灭之刃官方公布的 明女是如何一步步变成鬼的 话是根据官方公布情节然后绘画的 非常精彩 让我们开始吧 满月之夜 明女愤怒地挥起了狼头 捶爆了她丈夫的脑袋 大量的鲜血蹦践出来 狼头上 脸上 身上 全部都是血 明女不禁不觉地害怕 反而觉得格外快意 她终于杀死了这个烂毒成性的男人 这个男人挥霍了她辛辛苦苦弹琵琶 赚来的钱 这一次居然卖掉了她唯一一件演奏用的和服 再也无法忍受了 想到这些 明女仰头一直不住地大笑起来 又一个满头鲜血的男人倒了下去 她的身体渐渐地失去温度 那双再也不会合伤的眼睛里 全是恐惧和不敢置信 而另一边 在这个有着漂亮月色的夜晚 明女在屏风后弹奏琵琶 她的坐姿优雅 嘴角勾出一个诡异的弧度 月亮真美 和我的演奏相应的月夜 请听吧 今夜我所演奏的音色是与众不同的 她感觉每次杀死人之后 弹奏的琵琶就格外地好听 很快 大大小小的铜板就装满了明女身前的篮子 到处都是对她琵琶演奏的赞誉 客人们毫不犹豫地说出对她的喜爱 真是好棒的音色呀 甚至不想听其他的声音了 最喜欢你的琵琶了 看到客人们对自己的琵琶那么喜欢 明女脸上浮现出兴奋的红云 她再一次坚信 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对吧 跟我想的一样 杀掉容貌美丽的人类的话 演奏中的心情会变好 那么明天就 杀这几天总来听的那个男人吧 明女的脑海中 浮现出一个穿着精美和服的身影 那是一个区别于其他客人的 格外漂亮的男人 她完全不知道 自己选中的目标 是世界上最大的恶鬼 唯无是无惨 未知的力量贯穿她的腹部 明女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不敢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目自欲裂地望向那个可怕的男人 诶 为什么 无惨保持攻击的姿势 变异过的手还没有恢复 她看着这个女人 难得露出了一丝认真的声色 无惨有些疑惑 把我当目标嘛 真是运气不好的女人呀 不过 为什么盯上了我 身负重伤的名女 因为强忍疼痛 已经满头大汗了 但是她没有哭喊 反而笑了 终于受到了惩罚呀 容貌美丽的男人 被我杀掉时 我的琵琶会增加韧泽度 琵琶就是我的全部 杀掉你的话 感觉会让我演奏更加殊色 明年以为听到她这样说 眼前的男人肯定会发怒 但是却发现 对方的眼睛突然红了 露出笑容在同时 吵得拴出了手 五三热烈地邀请她 你的琵琶很魅力 成为鬼的话 就能永远弹奏琵琶 吃掉男人的话 可能会让你的手法更加精进哦 你不来成为鬼吗 明女被无惨的话弄得愣住了 说什么 诶 鬼 只能 以前还没考虑过这种事情 只是杀人就会如此精进我的手法 所以 明女感觉到 自己的耳边似乎出现了很多 不过人心的声音 比起杀人 那吃掉的话 肯定会精进的更多 作为人类 就这样死去的话 是没有未来的 明女似乎可以看到 自己凄惨地倒在地上死去 满身雪雾 死不明目的样子 明女心想 而且 就算质问这个男人 也感觉不会回答吧 她要是没了兴致 会这样杀掉我就离开吧 不希望就这样死掉的明女 双眸变成了奇怪的血红色 她跪在了五惨面前 大声恳求 请把我 变成鬼吧 无惨得意地笑了 意外的 你很识趣啊 那好吧 又是一个热闹的夜晚 街上有很多游荡的行人 叼着跟竹签的男人耳朵一动 顿足了脚步 竹签男和脸上带包的同伴走进门 果然就看见里面有个穿着和服的女子 在弹琵琶 是我没有听过的音色呢 你啊 莫非是那个店里的谁吧 一个人在这种地方懒客吗 女人突然站了起来 母鸡踩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女人睁开眼睛向两人发出欢迎 嗯 欢迎来到五县城 客人们 请坐 原本敞开的门 毫无征兆地在两人身后猛地合了回去 意识到事情不对的两人神色大变 痘痘的汗从脸颊上滑落 但是已经太弯了 男人们拼尽全力地拍打门窗 他们不知道 从他入门的那一刻开始 已经成为了名女的猎物 通过弹奏琵琶 名女可以自由地操控 无线城内各个房间 楼梯的空间布局 所谓普通人的他们 怎么能逃脱这场狩猎呢 倒霸男大声质问 喂 这是怎么回事 几乎也就是这个时候 他被突然掉落的东西 砸成了一滩肉泥 另外那个男人 也很快被操纵而来的墙壁擦死 轻易就夺去两个男人性命的名女 蹲在尸体面前 咔嚓咔嚓吃了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抬起头 也不过嘴角还残留着没吃干净的血肉 搂出了满足的小 轻易夜夜 献上最棒的演奏 更令人震惊的是 在他厚重的刘海下 可然是一只巨大的诡异的丹眼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鬼灭之人小伙伴 记得订阅点赞加分享哦 爱你们